砂轮机切割喷出火花 两名工人裸上身 正正进行招牌拆除作业 但外头这名工人 身上完全没有任何安全设备 只见他一脚踩招牌 一脚踩在骑楼外墙 唯一的安全措施 竟然还是里头同事 徒手抓住裤头 危险指数破表 他外面完全没有安全防务设备 也没有衣服也没有帽子 那这种情形是一旦人掉下来 或者是撞到的时候 那个可能就后果很严重 专家表示 影片中这样的拆除方式 不只不符合SOP 甚至一不小心 就可能发生公安意外 一般来说进行招牌拆除作业 如果遇上巷弄太狭窄 其中机无法进入的情况下 身上有没有安全绳 恐怕成了保命关键 比如说在地上打个直升家 第二是你至少把一条安全等待 还在你要切个堆 这真的太危险了 危险施工探图方便 要是一个脚步没踩稳 恐怕真的出意外 影片中的危险施工行为 也已经处罚 初步认定 以违反职业安全卫生 测试规则281条的规定 医职业安全卫生法 最高可处30万元的罚还 再看一次惊险瞬间 用手冲到安全绳 简直是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罚钱是小 就怕侥幸心态出意外 辛苦赚钱 也得注意安全 接着您喜欢有条新北参考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还要拍起小铃铛哦 你去哪儿快 穿白色外套的21身女子 手部被拴上铁链 带进槟榔滩地下室囚禁 一关三天还被淋略 女子在228廉价期间 被以木棍及平底锅痛殴 她是诈骗集团女车手 而动手的正是她的同伙 同伙怀疑她是廖北亚 因此不但囚禁她 还把她打到头部颈部都受伤 女子最后是趁同伙外出时 赶快打电话给父亲求救 被害女子日前因案是警察机关 制作调查笔录 同伙怀疑被害女子供出内情 回到案发的槟榔滩地下室 相当简陋 是以钢铁架及木板搭设 现场还留有铁链 他们还把我们逼走啊 说什么啊 他们要处理一些事情 然后叫我不方便回来 槟榔滩业者说 嫌犯曾是她的员工 纠战雀巢把他们赶走 没想到竟然在里头 为非作歹 诈骗集团领略自己人 事后警方逮到三名 年月二十多岁的嫌犯 将他们依诈欺 伤害 妨害自由 以及组织犯罪等罪嫌 遗送法办 记者皇上富王 是韩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新闻酒客喝得烂醉 互相推脊拉扯 黑衣男先推了对方一把 反而重心不稳重摔倒地 对方没打算放过他 追上前挥拳出脚猛踹 黑衣男无力反击站起身 又被重锤摔在地上 差点被路过车辆碾过 双方从路旁打到马路中央 冲突发生在2号凌晨12点多 新北卢州名声街 被害人被隔温衬衫嫌犯 压在地上暴打不断哀嚎 同行男子站在一旁围观 也没帮忙叫救护车 鄰居赶紧向警方报案 他们应该都熟识的认识的 自己人吧 一定是唱歌喝酒吧 然后就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吵起来了 可能久久才是 那个一定是熟客的 熟客 而且自己是朋友比较多 当时鸿信三兄弟 找来缺姓朋友喝酒唱卡拉OK 排名第二的鸿信男子 和弟弟讲话态度差 引发轩男不满护航 鸿信嫌犯反向 我们兄弟在喬家务事 关你这个外人什么事 动手殴打对方 事后哀告伤害 了解为朋友间 因酒后起头脚 有徒手殴打情形 双方手脚有擦缩伤 全杠一伤害罪 嫌犯落网对案情不愿多谈 但兄弟党在卡拉OK桥市 不满朋友乱入出一张嘴 一言不合动手动脚 当街上演全武行 记者黄天耀路雨昕 城部的 我是肖卉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台南市府大門 玻璃碎裂成蜘蛛網撞 破了好幾個大洞 其中一片更是整片被砸破 動手的就是這名男子 當場被警方逮捕 拿那個大籃頭在打那個玻璃 玻璃破掉掉下來 我趕快衝出去 所以玻璃噴箭四散 一樓大廳到處都是 就怕洽工民眾經過時發生危險 市府員工忙著清理善後 是怕在1號下午1點半 男子持工地用籃頭 砸毀台南市府大門 還差一點波及市長黃偉哲的坐車 市長心情有受到影響嗎 不會啊 不會 不會 平安嗎 還OK 43歲的正姓嫌犯向警方公稱 為了抗議生活困頓 替人民發聲 才會爆氣砸毀市府大門 但事後查出 他其實有毒品前科 69年次的正姓男子 是從事鐵工 持工作用的大廊頭 來毀損六散玻璃門 那現場沒有發現其他共犯 據了解該男子說法反覆 沒有具體確定之犯罪原因 那犯罪動機目前特政積極調查中 這回攻擊事件也驚動市府為安 將加強巡邏戒備 究竟是警告意味居多 還是因使用毒品導致精神恍惚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請按讚